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和大家说一件既是新闻 亦是奇案的一件事 有一个医生竟然是企图谋杀一个人 而且是用诸舍毒素的方法 这一宗新闻出来之后 这个星期是上了新闻网站的热手 或者是最多人看的新闻之一 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和大家说的原因 因为都很期情,很曲折离奇的 很高难度,挑战难度才可以执行杀人的方案 而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提的呢? 就是因为那个兇手是一个香港出生的医生 我不知道他在香港出生后何时来到英国 但根据有些传媒报道,他就是香港出生的 而且他的妈妈和自己的名字 都是一些香港人的名字 加上传媒都说他在香港出生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宗新闻 开始之前提提你,记得留言 赞、分享和订阅我这个频道 还要按旁边的铃铃铃 一有新片就会立刻通知你 多谢你的支持 先讲这间可以用离奇来形容的一宗企图谋杀案 相关的人,总有三个人 首先就是个兇手 叫他兇手,因为他已经认了企图谋杀 他不是一个疑兇,而是兇手 他的名字就是kwan 叫Thomas Kwan 而他的妈妈就是姓梁 L E U N G 叫Leung White King 也有一个英文名叫Jenny 我们叫Jenny 而另一个人就是Jenny 即是这个兇手的妈妈的伴侣 即是一个伴侣 叫Patrick O'Hara 我们叫Patrick 简单来说 Jenny和Patrick 已经成为了伴侣 超过20年了 为什么他的儿子 就算大家伤害不好口 大家有点争吵也好 都不用动手 是他企图谋杀自己的妈妈的伴侣 原来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Jenny 就决定把他在尼卡索的屋 在一个遗书里写明 如果我死先过Patrick 我将这个物业交给Patrick Patrick在里面居住 住到Patrick都过世之后 这样我自己的儿子Thomas 才有权可以拿到一家屋 因为这个遗捉 就令到Thomas和他妈妈Jenny的关系 就变得非常差了 甚至有一次在2022年的时候 他企图进入他妈妈和Patrick 居住那家屋里 当然不是欢迎他进来的 没有叫他来 他竟然企图闯入 于是搞到妈妈 Jenny甚至是要报警 求助希望可能要赶走个儿子 所以大家看到关系可以有多差了 而去到2023年的11月 这个Thomas Gwan就开始进行他的杀人大计 开始筹备了 但是问题就是 他怎样可以杀人呢 他想到就是我注射毒素 注射有毒的物质 下去Patrick的身上 他就可以因为这样而死了 因为他是医生 他想到这件事也很合理 正义一个维修员有斯巴拉森 也很合理的 甚至因为这样 他在他妈妈的电脑 安装了Spyware一些监察软件 希望知道他妈妈和Patrick 他们的日常活动 知道他可能会何时在家 何时不在家 总之就是监察着他妈妈 通过电脑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你都没用的 因为有两个问题 大家想想一下 如果你要注射毒素 就算是医生你多厉害也好 你懂得毒素这些东西 懂得毒药这些东西也好 你要走到他身上才去注射 因为你不是射飞标 不是Sniper 不是离远射枪 你要埋到他身上 还要拿一支针筒来注射 是不是很高难度呢 这是第一个困难之处 第二个困难之处就是 你没可能不让他发现的情况之下 走到去注射 因为无端端走进去 你想想一下 你连走到家屋里 你妈妈都报警 你怎样再走到家屋里 他去做注射 没什么可能 但真的被Thomas 想到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 原来他就是偽造一封NHS的信件 我称他妈妈住在当地的医院 有一个新冠疫苗COVID 加强剂注射计划 有一个社区的护士 在指定日期就会去你家 到时你留在家里 护士就会上门和你做身体检查 之后就会注射疫苗 这两个佬 Jenny和Patrick 就很正常 不如有诈 就觉得OK 于是似乎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 有人会上门 而那个是哪个问题 大约牵绍到第二个问题 你找到一个理由 进入他屋里 但是你那个衰童 你妈妈怎会不知道呢 Patrick怎会不知道呢 你企图闯入他家里 他怎会不知道 你就是那个社区护士 又让他想到一件事呢 他竟然就是化妆 易容 首先他买假发 黏鬚 还要戴太阳眼镜 事发当日 还要事发当日 是要用一个 扮认东咬 南亚口音的英文 他明明不是的 扮认的口音 戴太阳眼镜 戴太阳眼镜 对眼 黏鬚 戴假发 企图扮认一个叫Rash 一个完全跟他的族裔都不同的人 名字也不一样 还要偽造NHS的证件 和这些相关的文书 他想到这条路 似乎觉得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 虽然我觉得到这一刻 其实风险都高 因为大家想想 阿妈会不会认不出个儿子呢 尤其是你说话 声 除非你是配音员的技能 然后你的演技 好像梁朝伟 影帝级演技 你走进去 你的身体语言 你的动作 加上你说话的声音 就算你 捏粗的声 或者你说 另一种的口音 都应该听得出 但是 不要紧了 总之 Anyway 他就想进行这个大计 但是有这些东西 信就出了 但是都要有毒品 就是有毒药才行 于是怎样做呢 他又弄了一间公司 叫做Exxon Limited 而且据说 他用了他工作的地点 即是他在Sunderland 叫做Happy House Surgery 做GP 这个Thomas 他用了公司地址去注册 他好像跟老板解释过 做一些研究 老板又觉得没问题 就让他用 于是他又挪用了公司的地址 注册公司 一间自己的公司 然后用公司名义 去买毒药 因为他不能够自己的名买 他觉得要尽量将那些 留下的 印记留下的 蛛丝马迹 尽量减少 他订了很多 很多这些材料 而且 警方后来 去他的家搜查 查他的电脑 找到他很多製造这些 有毒的东西 电子书 书籍 他网上搜寻了很多次 一些相关的资料 一天之间搜寻数十次 证明他真的很投入 想做研究 终于让他搞定了 弄了一种 强劲的毒药 怎样强劲呢 稍后再说 他选择这件事 他再出了一个 手提电话 一个 可以叫做 用完即器的 电话 搜寻卡 搜寻卡 用这个研究 再发短讯 跟Patrick说 我们哪天哪天 确认一次 更加增加可信度 因为通常这些机构都会预早一天或两天 再出短讯 确定的日子 于是 这个Thomas 他又请了四天假 跟他的诊所请了四天假 他就去到他妈家屋 附近 一间 Premier Inn 酒店 这间 Premier Inn 这间 就是出名的 就是平价的 通常是公干的人 或者是 本地有的人 有些会选 我自己都经常去 因为公干的时候 通常 出差 都是会住Premier Inn 便宜的 他选了一间 就很近他妈家屋 在那里住 在那里过一晚 之前那晚 有病理事拍到的 他拿着一串二串 在櫃台登记 check in 拿房 那时他没有戴口罩 没有逆用 所以认出是他的 这个 化灰认得 还有病理事片 他都走上楼梯上房 所以走不了 然后到真的那天 他拿着一串二串 又是戴了太阳眼镜 黏了鬚 戴了假发 弄了假的NHS订件 然后去到 禁装 开门给他进去 竟然没有发现 他妈妈在场 但他妈妈没有发现 他有古怪话 于是 他就跟Patrick说 健康问卷 健康问卷 没什么问题 基本检查做完了 我帮你注射加强劑 原来就是毒药 打了身体之后 他又露出马脚 很快就收拾东西 很匆忙 于是惹来 Jenny有点疑疼 他妈妈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心急走 这个护士 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 他才想起 不如就问一问 他真的去问 这个 这个 那个医院 即是说 寄封顺临的医院 或者诊所 对方就说 没有啊 没有做这个计划 那就大事了 出事了 打什么身体 打过期春药 也算了 打了毒素 打了毒药 怎么办呢 而这个 Patrick 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 似乎很大事了 于是他就立刻 飞奔去这个急症室 他家附近的急症室 求医了 医生就发现 他是有一种罕见的 可以致命的 Fresh eating disease 即是一些 食育菌的感染 很严重 这件事 后来就知道 是哪一种病症 哪一种菌 于是他需要 几个星期 在 Intensive Care 深切治疗部 留意 以及 要做几次的手术 去将一些 坏死的组织 手臂打针 坏死组织 是要切除的 这些 其实 食育菌的感染 可以致命 可以懒肉 令你损失了 很多身体的组织 这是很严重的 当然 这个时候警方 他一定报警 警方当然知道他去找谁 因为他妈妈都怀疑 因为他妈妈 在 见到护士匆匆忙忙走的时候 忽然之间 想起 他的身高 他的身形 很像我的儿子 他也有 疑惑 但是之后才发现 才会回来 警方当然是去找 Thomas Grant 在他家里找到大量毒药 腐蚀性液体 一些化学品 在车房找到很多 很多这些东西 找到刚才说过 就是 有电子书 有些指南 有些指示 指示 是怎样去做这些毒药 这就断正了 这个叫做 于是 当然是拘捕他 在2024年的2月6号 拘捕 Thomas Grant 然后就控告他 企图谋杀 一开始 他是不认企图谋杀的罪 他只是肯认一条轻点的罪 就是说 使用这个毒药 就是向他人使用毒药 这条罪 但是又根据传媒报道 警方就竟然得知 不知道是不是暗中监听 还是怎样 就是这个Thomas 跟他的太太说 他就说 我真是笨 竟然没有将所有证据 毁丝灭绩 这样 即是他跟他太太这样说过 然后警方透露 所以还不是他真是他做的 问题就是他开始是完全不承认企图谋杀的 他只是承认使用这个毒药 最终就是 10月3号 开庭 去审讯 控方开案 陈迟 讲他整个案情 然后这个时候 忽然之间 他就是说 我认了 我认我是企图谋杀 原先 他的说法就是 我认我是有用到这个 叫做 有毒的 物质 行使有毒的物质 但是 我的原意只是令到他有 有轻微的痛楚 他真的是这样说的 这个就是 你骗他吃豆腐 鬼讯你 你是医生 你怎会不知道 那些是什么 还要 别人烂肉的 会死的 竟然是 轻微的 你说都没人相信 但是 开庭之后 他竟然 忽然之间就承认 我承认 我承认我企图谋杀 还据说 他在庭上 快点判我 就行 我不搞那么多事了 快点判我 就行 于是法官就好了 决定 10月17号 就会计判判刑和刑期 但是法官在开庭的时候 已经说明了 未去到判刑之前 已经说明了 应该会判处一个 比较长年期的监禁 因为这个案情是 极度严重的 这是最新的发展 所以为什么 在10月7号 忽然之间 认了企图谋杀之后 旋迹登上一些传媒的网站 一些比较多人看的新闻 上榜 榜上有名 因为这件事 大家听到是曲折离奇 怎样可以埋伤 怎样可以注射到这些问题 竟然 凭着这位Thomas 他这么聪明 不知怎样这么赞他 聪明的脑袋 加上GP的知识 还有他 事不捨地找答案 去学 如何研究 进修自己的 毒药的知识 甚至控方形容 他是有 百科传书级的知识 在毒药方面 解破了所有这些困难 令到他真正可以做到这个案件 如果不是 如果他们早发现及早去医院求医 可能是命者 变不回 当然还有医院的医生 要求人心 救得回他 这件事 这案件 只能讲讲上所言 一来就是很多人关注 二来就是牵涉到香港人 中间我们学短什么 我们不只会发生听奇案 第一点 当然 如果大家 有认识一些 朋友 亲人 任何你认识的人 是有特殊技能的 医生 弱势师 或者 特殊技能力 有机会威胁到你的安全 记得不要得罪他们 这个当然有点 讲笑的成分 但是 我想最重要 认真说 一定是要保持 跟亲人 有良好关系 有什么 大家 四四六拆掉 不需要用到这一步 我相信 这位Thomas 虽然他医生 医生在英国 不算是一个非常运钱的行人 做GP 但也未至于差 等着房子 开饭 我相信 他比较大可能 是基于一个 报复心理 可能是有点不开心 有点想歪了 反正 觉得房子 钱的东西 虽然控方形容他 他一直是看钱看得很重 是钱的 但是 我还未至于这样 而搞得要杀人 因为很高风险 很容易发现 是不是这么容易逃过 结果这次也逃不了 但是 我觉得 第一个 如果看完这一件事 的过程 就是 我们 真的 有什么 坐下 聊天 不要关掉 沟通的渠道 这是第一点 大家可以在当中 学到的东西 第二点 就真的更加重要 这一点 就是 无论 你收到任何的通讯 信 短信 电邮 电话 都好 如果你觉得 不是很肯定的 一些你不懂的人 通知你一些东西 说要进你家做什么 或者要求你提供一些东西 例如赶资料 或者交钱 一定要核实清楚 好像这一道 这个情况 我们不是要罵犯犯 但是 如果当初 Jenny和Patrick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上面偽造的信 但也有医院名 有证所名 正常 都不会连那个名字 都偽造到 就算真的 是偽造的 你上网去查一下 有没有这间医院 有没有这个证所 找到的 真的上网找个联络方法 不要用封信里面提供 封信里面的电话号 可能都是假的 找回这间证所 找这间医院 真正在网上找到的 一个 真的联络方法 打电话 去问一下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疫苗注射的计划 是不是会有社区护士会上门 如果他一早已经问了 可能已经知道 这个不是真的 甚至可以报警 警察可能 可能在他屋里报下 天罗地网等 托马斯来 一开门 就打了他 又不会发生这个 那么惊人 几乎丧命的事件 这个大家真的要做多一步的 经常会发生的 录影的这一天 我自己才刚收到 一天之外收了两个 这些骗图的电话 有一个就论称是电讯公司 就说有减价给我 当然没可能 我理他们有美 另外一个就是 你记不记得 过去两年里面 你曾经发生过一次的交通意外 所以现在好消息告诉你 我们是一个意外 相亡 权益保障 机构 协会 就告诉你 有好消息就是 你应该可以 认识到一些赔偿 当然没可能 我知道 我自己 在英国 从来未涉及到任何交通意外 所以一定是假的 我就说 我真的不记得 因为应该没有这样的事 多谢你打电话 给你 你看到这些是好多的 信又有 电邮又有 短信又有 是非常多的 英国有很多骗图 提纸提纸 提防骗子 提纸是无处不在的 英国也有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完这宗 奇案 这个新闻 要拿走一样东西 学到一样东西 最重要 一定就是 小心 核实所有你收到的通讯 收到的信件 信涵 这些通知 任何形式的通知 核实清楚 才好去做一个跟进的动作 避免不单是有钱的问题 像这宗案件 钱是小事 最怕就是 因为这样 而丧命 真是麻烦 真是可能会发生的 今集跟大家分享 这宗新闻 及其案 就到这里为止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面留言 分享 多谢你收听和收听 今集的节目 记得留言 赞 分享 和订阅我这个频道 还要按下旁边的铃铃 一个新片 就会立刻通知你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